帥的首秀啊 對啊 好爽喔 就是可以在這邊 圓自己超模的夢這樣子 想像自己是超模 所以你可以多面向 你可以是斜槓的人生 什麼都可以玩 已經完成超模的夢了 因為I wanna be what I wanna 所以我想要變成誰 我就可以變成誰 是不是 每個人都可以 不管你今天在做什麼 你一定有可以成為下一個身分 對 只要你想做到 你就可以做得到 分享一下你跟AV一樣的故事好不好 好的 我們合作兩年了對不對 對 然後其實很開心可以跟一個 這麼知名的品牌合作 然後我喜歡 我很喜歡他們的一個概念 就是Live Young 也是我一直以來的 就是人生哲學 每個都應該是 對 那個 Young Young是代表有 Energy 的 然後有態度的 有熱情的 那這也是我一直以來 對我自己生命的一種期許 我覺得每個人都應該 抱著一個這樣子的心情 去面對自己的人生 然後 很開心可以跟這個品牌合作 然後也因為他們品牌裡面 跟我這個人的個性 又不謀而合 而且 他們又是國際知名品牌 啊我又是國際巨星 International Star 這個完美的結合 我不代言再續約一個兩年 真的是不對 真的 聽到了嗎 Amyama跟你一樣 永遠保持一個純正的新聞 全節都會給大家帶來 然後今年呢 你從我們的年度代言人 當然也帶來全新的宣言了 有三句話 不如這樣子 我們看看 左手邊的大螢幕 Dennis這邊看得不太清楚 What I Wanna Yeah 這個東西 我怎麼去解讀它 其實就是 我的人生 每一個決定 都是發自內心的 去做的 沒有人逼迫我 也沒有因為 要遷就這個社會的一些價值 而去做這些決定 然後一旦我做這個決定 我就會全新的 接受它帶來的好與壞 所以我覺得 I wanna be I what I wanna 就是等於說 你拿回你自己人生的掌控權 你主導你自己人生 因為只有你的 只有你自己 才可以去定義你自己的人生 所以現在 你到底有幾種身份 你的鞋缸人生有幾個身份 有歌手 有團員 對不對 我鞋 我真的很鞋 剛剛有超模了 好多喔 我還是 我在我父母面前 我是個女兒 是 在我的姐妹面前 我是個好姐妹 是 在我的孩子面前 我是一位母親 是 在我的先生面前 我是個辣妹 哈哈 也是 他讚啊 對 很不錯 公主 沒有啦 沒有 自己人生 沒有 我就是他的妻子 還是個製作人 對 然後在於工作上面 我對於我的fans 我就是 他們的idol 然後 在於 戲劇上面 我就是個演員 其實我覺得 每一個人 真的都有不一樣的面相 跟身份 但重點是 在每一個身份裡頭 我都是盡情的享受他 然後我活在當下的 那一個自己 那 今年下半年 有什麼新的身份 會登場嗎 有的 因為今年其實是 我自己 自己自詩是戲劇元年嘛 所以的確接下來馬上就要演戲了 然後最近就是在準備 那個拍攝前置的作業 I want to be one of honor hashtag 成家話 hashtag 演員 hashtag everything hashtag everything 還有第二句話 我們看看是什麼 好的 這句話 Yeah 是的 這句話 在你心中我詮釋是什麼的 就是我覺得 每一個人 都會有自己的方式 沒有 人生沒有一個什麼 SOP 也沒有一定說 你到了幾歲 你就該怎麼樣 就是 你應該自己去 按照自己的步調 然後不要被影響 但我覺得這是最難的 因為很多時候 你會被 社會的一些價值 或者是你身旁的人 給你一些 聲音 你就被影響 或者說 人家都這樣做 為什麼不這樣做 對 是不是 所以你能夠堅持自己 是不容易的 然後 你為你自己 設定一個目標 然後照著你的步調 跟方式 朝那個方向前進就好 然後 不要被影響 這很重要 分享一下 這麼多年來 有做什麼 反骨 事 誰說我一定要 一直當男明星 我也可以當女明星 可是 誰說我當女明星 我就不能耍帥 我還是帥到掉渣 所以其實真的 我不需要別人來告訴我 你應該怎麼樣怎麼樣怎麼樣 你應該就是 隨著你的心 最重要 因為我真的覺得 身為一個 表演者 或者身為一個 藝術家 這樣講有點 有點噁心 可是我真的覺得 真實的情感 才能夠打動人 所以如果 當我自己 不喜歡自己 我覺得我不自在的話 我相信 看的人 一定感受到 我的那一份不安 所以我在 每一種時刻 我都是喜歡我自己 因為我知道 我喜歡我自己 我才能夠 把這樣子的 能量 散發給身邊的人 所以你的生日 會在做脫口秀 你就做脫口秀 對 跳脫框架 對 我想脫 口秀 我就脫 對 所以你其實 我覺得很痛苦 因為他剛剛在後面 跟我不識這樣子的 因為平常 那種會接住話 跟今天那種 接不住 接不住 對不起 那你的團隊給你 idea 然後你怎麼去說服 你的團隊完成這個 Ella show 其實我覺得 我也很感謝我的團隊 在那個時候 想到了一個這樣子的idea 然後我一聽 我就覺得 這個東西很新鮮 雙子座那種 你知道 喜歡新鮮跟變化的那種 挑戰的心就跑出來 所以我就很想做這件事情 可是要完成它非常不容易 因為我們在前面在討論整個劇本的過程 然後還有你要如何將你想傳達的理念 用一種比較幽默的方式 而不是說教的態度去傳達給觀眾們 然後讓他們可以在歡笑快樂的一個氛圍當中 但是也可以得到一些感動 這就是我想要做的事情 那我很開心我的團隊幫我一起完成 所以你看沒有人敢做的事情我先做 這個秀在喉嚨演了兩場 他有機會再演或者 演爆兩爆買 有沒有去看 阿貴有來嗎 阿貴有來嗎 阿貴有 那會出DVD之類的嗎 好像不會 沒錄啊 沒有錄 對 但是其實這個 這個東西 因為那個當下是生日會去準備的 可是也很多人一直說 我覺得他們都覺得這樣的秀應該讓更多的人看到 所以其實我們團隊也在討論說 怎麼樣讓那個內容做一些些跟那個更動 然後呢可以讓他讓更多人看到 所以現在都還在那個進行的 所以小巨蛋其實都一定要唱歌 沒有沒有 小巨蛋也可以 可以用拖口秀的對不對 所以冠名贊助 Avion Ella 拖 口秀 口秀 我看第三句是什麼 我看第三句是什麼 心靈 這件事情非常重要 就是你想做那件事情 你想要定的規則 你為你自己定你的人生 如果你沒有一個健康的心 身體跟心靈狀態 你是無法達到的 所以這是最基本的 然後也是我在跟大家分享的 就是我覺得每一個人 只要把自己的身心靈 把自己照顧好 不造成身邊的人的麻煩 對這個世界就是最大的貢獻 所以我覺得每一個人都要 有良好的生活作息 然後有要常常多喝水 多吃健康的食物 然後要去運動 因為這些東西都是 你人生最基本的 對 因為當你生病的時候 你另外一個要看著你很麻煩 對不對 你就造成他麻煩 是 就是阻礙他人生 從先多喝AVL的水開始 對 多吃個身體 因為它體內環保 對 喝起來 而且AVL的水是有療效的 很棒 那分享一下你 除了喝它之外 你怎麼用AVL的水 泡茶 做特調 煮咖啡 我就會一直狂喝 然後 我還會幹嘛 我會加一些奇牙籽在裡面 奇牙籽是什麼 奇牙籽就是一種 就是一種 健康食品 促進腸胃蠕動 反正就是多喝水 對 很好 當然今天你拍了一個很棒的 形象廣告 是 裡面有三個角色嘛 對 一個好像是瑜伽大師 是 一個是創業家 是 還有一個好萊塢巨星 對對對 好萊塢巨星 發生有趣的事情 可以讓大家分享一下嗎 其實我覺得當好萊塢巨星 是最難的 因為啊 我那時候在拍的時候 我要穿一個高跟鞋 然後 要做一個跨度的感覺 然後要 很自然很帥氣 然後我們一直在尋找一個最完美的角度 這樣子 然後重點是 它要讓那個裙板飛起來 所以這個是很難捕捉到那一瞬間 所以我們拍了很久 而且拍到其實廠商們已經覺得 有好看的照片 可是我就是沒有辦法接受 我覺得我還想要更好這樣 然後我們在拍的時候 你看我那個裙板很長 其實我們用那個釣魚線把它釣起來 就是要營造一種 欸 就是好像速度很快的感覺 這樣 你現在這個姿勢就是 AV樣的Voke版對不對 對 也可以這麼說 對 不錯 有這個超級巨星的感覺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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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當然希望大家這個Ella跟她聊完天之後 可以啟發一點小小的事情 不敢說改變人生啦 可以自己想要做些事情 你一定有些時間的 時間你可以用力的調整出來 可以跟AV樣水一樣 它可以有不同的面相 對 它可以變成咖啡 它可以喝茶 它可以擺進不同的容器 是 它就是不同的樣子 因為你一定做得到了 這邊 特別謝謝AV樣 因為你的生日會票很難搶 大家都見不到你 所以我們特別開了一個聚會 可以見到Ella 謝謝大家